安纯与小猎人 阿坤是村子里一位非常优秀的猎人 他十几岁的儿子阿强也一直梦想着 能成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猎人 爸爸 怎么了 嘘 小声点 那边草丛里有野鸡 哪有野鸡啊 小声一点 等一下你就看到了 打中了 阿宝 快去把我们的猎物拿回来 爸爸 你可真厉害啊 我也要像你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你什么时候能让我自己带着猎枪来打猎呢 阿强 你现在还小呢 再过几年 你才能使用猎枪 你现在应该学的不是如何使用猎枪 而是如何琢磨猎物的心理 阿 琢磨猎物的心理 难道那些鸟还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吗 当然了 野鸡 野鸡 野鸮 鸮 鸮他们都狡猾着呢 只要我们摸准了他们的心理 那才能百发百中 嗯 好的 我会好好认真学习的 在山林里的草丛里 有两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鞍唇 他们的父亲外出捕食去了 只剩下母亲留在这里照顾着他们 好了 我知道你们饿了 稍等一会儿 等一下你们的爸爸就带着食物回来了 什么声音 好像是猎犬 不好 真的是猎犬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它好像闻到我们的气味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有危险的 我要是飞走的话 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啊 他们一定会被猎犬发现的 不行 我得把那只猎犬引开 鸮 鸮 那里有只鸮 它怎么飞得这么奇怪啊 一定是受伤了 阿宝 快去抓住它 孩子 你不该让阿宝过去抓那只鸮 哦 为什么呀 阿宝冲了过去 我就没法开枪了 如果误伤到它 可就糟糕了 老爸 那只鸮受伤了 阿宝一定会抓住它的 隔壁要开枪呢 阿强 以后打猎可不能大意啊 虽然安纯有时候笨笨的 但有时候它们又特别狡猾 如果它是假装受伤的 假装受伤 它为什么要假装受伤啊 有时候 安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特意装作受伤的样子 让猎狗来追它 从而引开猎狗远离它的孩子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难道那只鸮就不怕自己被抓住 或者打死吗 它们从冲出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为了孩子的安全 它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它们可真是了不起啊 哎呀 不好 阿宝抓住了那只鸮 你快醒醒啊 你快醒醒啊 他刚才果然是假装受伤的样子 来吸引阿宝 不过可惜的是 他没想到阿宝那么厉害 竟然将他给逮住了 老爸 快救救他吧 阿强 他已经死了 没有办法救了 啊 他已经死了 老爸 他这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才死的 这么说这周围会有一窝小鸮 没错 这只母鸮很狡猾 只是他没有骗过阿宝 阿宝可是非常优秀的猎犬 不 他不是在刷狡猾 这是对孩子的爱 阿宝不该咬死他 阿强 你哭什么啊 你这样怎么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可是我们却杀了他 他死了 那谁来照顾他的孩子啊 放心 好了 他们的父亲会照顾小鸮的 咦 阿宝他又发现什么了 鸮窝 对 他一定是发现鸮窝了 阿宝 不要伤害他们 可怜的孩子们 看看吧 这是你们的妈妈 为了你们 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老爸 能把你的小刀给我吗 啊 你要小刀做什么 我要把这只伟大的鸮妈妈埋了 就埋在他的窝旁边 让他看着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 渐渐长大 孩子 你这样可不像一位猎人啊 不管我像不像猎人 我现在只想让他在自己的窝旁边安眠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 几天后 阿强跟着父亲又来到了鸮窝那里 然而令他惊奇的是 鸮窝里的小鸮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那个小小的坟墓 老爸 怎么回事 小鸮窝们到哪里去了 他们现在应该还不能出窝飞翔啊 安纯父亲一定是将他的孩子们给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了 他知道这里已经被发现了 继续留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也好 希望他们的新家非常安全 再也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阿强 怎么替猎物着想起来了 不要忘了你自己想要成为猎人啊 老爸 我现在感觉做猎人并不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 阿强 你慢慢会感受到打猎会给你带来的快乐的 哦 怎么突然出现了一只鸮呢 哎呀 这只鸮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呢 有可能 当然 也可能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这么说 他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或许的 如果是这样 他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啊 你说的没错 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爸爸 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了不起 我这样做可不是一位猎人的作风 从那以后 阿强父子俩便很少上山打猎 即便打猎 他们也不再猎杀鸮 山林中 猎人带着儿子遇到了阿强父子俩 哎呀 阿宽 你好久没带阿强来打猎了 这样 你怎么能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猎人呢 你看我的儿子阿军 他现在已经能独自打猎了 呵呵 阿强 你看我的猎枪怎么样 很漂亮吧 怎么 你的老爸还没有给你一支属于你自己的猎枪吗 有枪又有什么用 能打中猎物才算有本事 我当然能打中了 不信 我打给你看 是啊 阿军 你露两手 给他们看看 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枪法 啊 安蠢 还好他们跑掉了 他们跑不掉的 我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阿军 那里的草太茂密了 会有蛇的 可不能进去啊 看来你老爸还有很多东西没交给你啊 我不需要进去 我要让他们自己跑出来 妈妈 是妈妈的声音 爸爸 是妈妈 妈妈回来了 真的是你们的妈妈吗 听声音真的好像啊 妈妈 妈妈 我们在这里 你先不要出去 我先出去看一下情况 万一有危险 该怎么办呢 哈哈 你们看 他飞出来了吧 啊 他怎么真的飞出来了 你干什么要推我 这一下可好 猎物跑掉了 以后请不要打恩蠢了 他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你儿子这种心肠 可成不了一位好猎人啊 其实 我也并不想再让他成为猎人了 当你看到安蠢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孩子的那一刻 你会感觉当猎人真是可耻 阿强 我们回家吧 以后我们不打猎了 可以吗 爸爸 你真棒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